你28 对 你22 姐弟恋是吧 是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商场认识 因为我是销售员嘛 我是在卖男装 然后他就是我常去的客户 就是久而久之就认识了 他就给我要我手机号 当然我感觉挺帅的嘛 小伙 美女都喜欢 所以我就给他了 然后慢慢就开始发展 就从客户变成了男女朋友 对 我们在这个小片李大成啊 看到说你们没认识多久 他就怀孕了 是这样吗 对 认识了有几个月 就怀孕了 对 那为什么他怀孕的时候 你会对他大大出手呢 因为吧 那时候他总跟几个人联系 然后吧 他知道我心而小 而且我问他吧 他总说没有 没有这件事 然后我总看他手机的时候 我总发现他手机里边 就是信息什么 还有通话记录什么 全是空的 不是 这你跟他 对他动手有什么关系吗 当时我怀孕 他跟别人有关系了 他 当时我已经怀孕 两个多月 他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你怀孕 对 他还跟你动手 你每次都偷摸的 在厕所打电话 我不知道啊 一次两次了 我当时跟你解释清楚了 我上你商场找你 你跟那男的待着 我没看见呀 他每次把你送回家 我没看见呀 我们这是同事 清楚商场很正常 你跟我解释清楚呀 你连说都不跟我说 而且我看你手机的时候 手机会全是空的 你跟我说了吗 等于他的手机 既没短信 也没通话记录是吧 对 你每次回家都要把手机删掉 就是因为他心眼太小 每次的时候 你应该告诉我呀 能让我说完吗 每次的时候 我一回班 他都跟我说 是不是有人喜欢你 有人追你 嗯 那他会怎么接着 但证明我在乎你好不好 那么在乎他 他有身孕 你怎么还会跟他动手呢 我真是实在是空着不路了 我也知道他怀孕着 我也没撑想 一下都能揣他肚子上 我也只是说 过个行事 碰他一下 他也打我了 可是当时你用劲多大 你一脚都给我踢地上了 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这么爱你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我不顾家里的反对 你比我大这么多岁 我们家同意吗 我们家不同意 咱俩不都商量说 等于有孩子以后 家者再不同意 他不也得同意了 因为有孩子了咱们 我也想要 你们等于是说 为了让父母同意 对 我真的爱他 我真的爱他 他之前是这么跟我说的 可是你没想到 你怀着他的孩子 他却踹了你一脚 是吧 他当时骂我来着 他怀疑这孩子不是他的 当时我也是一时气候 不经意地都说出来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这孩子是咱俩的 他要不是咱俩的 我也不至于这样 那等于后来 孩子就没了是吧 对 当时都见血了 之后 你就离开他了是吧 之后我就是住院了嘛 因为这种意外的 得住几天医院 我当时在医院一个人 周围特不多人 都有陪床 就我自己在那躺着 连倒口水人都没有 我当时找你的时候 你人在哪 我知道错了 你去哪 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跟你解释 我去我朋友那了 我真的不敢面对 他住医院 你不敢面对 你跑了 对 后来我回到 我们住在那 我都发现 他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 我就特别着急找他 你知道这半年里边吗 你知道这半年里边 我多怎么找你吗 我怎么难受吗 你知道吗 等于说 他出院之后 在你的世界里 就消失了半年 是吗 对 我把我手机号也换了 QQ也给他拉黑名单了 嗯 根本是 我根本就不想 跟他再联系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每次回到 咱俩住在那 我每次看到你的张边 我都会哭 我真的爱你 我这次来 我真的希望你 能给我一个机会 你现在说这有用吗 孩子已经没了 我知道孩子没了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孩子没了 咱们以后还可以要是吧 可是我现在心里真的没有 好 既然是一心一意 是给人道歉的 希望复合的 对吗 大成 对 那为什么在小片的后来你说 你找到他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人呢 在我过来的时候 本来他说要接我 嗯 然后我一下站 我就看见他跟那男子在一块呢 当时我情愿 当时肯定很激动不是 嗯 我都感觉他俩好像在一块了 这么回事 因为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过得并不怎么好 到北京 没几天的时候 我都被骗了 身上几乎是什么钱都没有 所以当时 我心里想起我以前那个好朋友 四年的好朋友 嗯 所以说我试着 其实我当时也犹豫 该不该的给他打个电话 所以说我最后还是打了 嗯 然后我想让他借我两千块钱 毕竟我得找个地住吧 我不能睡马路上吧 嗯 你可以找我呀 没多久的时候 这时你都可以找我呀 你为什么找他呀 大成别着急好吧 你接着说好吗 因为没多久的时候 他就过来了 他就说我实在放心不下你 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 人家就是为了你辞职到北京 对对对 就是为了照顾你 对 你怀疑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是这个好朋友 就是他 要是没有他 我们都不会吵架 要是没有他 我们这孩子不会没 你看他现在还是这样 是他吗 是因为他吗 要是不是他 听过我说话吗 听过我解释吗 大家能分手吗 你能跟我说分手吗 要是不是因为他 咱孩子能掉吗 能打你吗 大家能打架吗 你能来北京吗 大成你是来道歉的吗 我是来道歉的 但是 我怎么觉得 你想来吵架的呢 回答我的问题 明明知道 他对那个人心里 有那么大的隔阂 而且我相信 你能到车站去接他 说明你心里还有他 对 既然你心里还有他 又知道他对那个男人 有那么大的隔阂和意见 为什么你还带着 那位男士一起去接他 其实我当初接他的时候 我心里也在考虑 我到底这个人 我还是见还是不见 但是大米说 这事必须得说清楚 必须得有个交代 不能这么洗礼无睹的 最后我想了想也是 所以说我决定 去车站接他 你要去车站接他 对吧 对 为什么带大米一起去 他非要跟着我去 怕我受伤害 因为他之前已经给我施暴了 导致我孩子已经没有了 自从这件事以后 身体一直都不好 是在北京一个朋友都没有 只有你那个朋友吗 对 而且他还是从唐山掌握来的 那你心里有他吗 我跟他只是朋友关系 因此在火车站就发生了 你和那个男士之间的争斗 是吗 对 这事搁谁身上 谁都会动人 可是你当时问我了吗 你一句都没问我 直接你就打开 我用问你吗 你把他带来的意思是什么 向我挑衅 证明你俩在一块儿了 不就是这意思吗 但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得上来都打 我得拉都拉不过 你应该先跟我提前说一声 你跟我说了吗 你没跟我说 好 我想问一下你 今天来你的目的是什么 都是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回家 跟我说好 那你的目的呢 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太矛盾了 在什么之间矛盾呢 之前他追我的时候 我俩在一起也挺浪漫的 但是现在这个结果 主持人你也看到了 很像疯狗一样 到处摇人 逮谁摇谁 那你今天干嘛来呀 你别搭理他就是了 可是我对之前 毕竟我们俩有过孩子吧 也就是说你还割舍不下他 也许是吧 好 那我问一个问题 那你那个朋友 跟你年龄相反 还是也比你小 他也比我小小两岁 但是我感觉 他比他成熟多了 之前我跟他认识四年了嘛 他总是特别热心地照顾我 热心帮助我 关心我 当他知道你有了男朋友之后 他还一如既往是吗 淡了 肯定是淡了 因为他不希望破坏我 他这不叫破坏 你也知道我小心眼 你还跟他老意思联系 放不下他 放不下 那你觉得他跟那位先生之间 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有 我觉得要是没有的话 也不至于我来这儿 我第一眼看见 他俩在一块呢 他以前怀过是我的孩子 他应该有什么事都应该找我 他不应该找他 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吧 为什么还坚持呢 我放不下 两年多的感情 我真的放不下 这样吧 我今天把那个人也请来了 大秘也请来了 别动手 大家好好地把这事摊开了谈 来 我们掌声请出大秤 你还有点上这儿来呢 来来来来 你不是让小林友就像了 来来来 你幼稚 今天还不是和你吵的 别别别 我都是来和你吵的 大成 你总是要打架是不 来拿手套的 大米是吧 你把这事四年了是吧 对 四年多了是吧 四年了 你真够废物的 四年了你没搞到手 我两年我都搞到手了 你废物 你说这话你是个男人不 你才不是个男人呢 别动啊 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 老婆 孩子咋掉的 跟你有关一吗 我没让你踹你孩子的老婆 是你自己 没有你孩子能掉我 你九五年个男人 大成 别激动好吧 你这吵能挽回去吗 四年是吧 对 心里其实是有他的对吧 是有 其实在他们俩没有谈恋爱的时候 我已经认识他两年了 一直默默的 其实没敢和他说过 就是你一直暗恋他是吧 对 那么默默的爱着他 默默他能半夜的打电话翻线机 那不是你总和他打架 他和我诉说呀 我跟他打架 这是我对象 有你什么事啊 有你事吗 你算个啥 你算个第三者 好好好 来来大成啊 大成 克制啊克制啊 第二个问题 虽然你心里很爱他 但是这四年来 从来没越过雷池半步吧 没有 你跟他说过你爱他吗 说过 他和我说他又对象了当事 拒绝你了 拒绝你了 嗯 对 其实啊你说他出了这个事之后 作为朋友看看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还把唐山的工作也辞了去了北京呢 我担心他 因为我认为他这儿的男孩根本都不配 你配 第三者永远都没有好下场 我告诉你 姑娘 你们俩什么关系 现在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你看 所以你别口口声声第三者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想告诉小林 不要和他走 不要相信他的话言巧语 虽然我没有他那么会说能道 但是我是真心的 就是你是希望今天能向姑娘表白的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小林啊 如果让你选你选谁啊 一个是你爱的 一个是爱你的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法去选择 因为怎么说呢 我跟他在一起确实是有过美好的过往 他对我做过很多浪漫的事 比如说呢 有一回我过生日那天 在冬天特别特别冷 他带我说 咱们去南湖吧 来到南湖公园 他从兜里里拿出蜡烛 就那种小圆蜡 然后一点点摆 一点点摆 摆了一个新型的 然后从兜里掏出火柴 点着了 当时那个景特别特别美 就这就要好是吧 这个呢 他跟我四年在一起认识 属于那种老实八交 特别厚道 也不爱说什么黄远翘 与这话 总是把事做好了 也不跟我说什么 有一次我跟我经理 就因为工资的事嘛 然后我跟我经理计较 他拖欠我工资 所以说我就找他理论 最后 那肯定我这个女孩 肯定是弱势 大米直到以后 就找那个老本理论 没全部要回来 但是也要回一部分 就这个愿意为你两个一插刀 那个愿意插你两刀 但是你喜欢那个是吧 可能当时我有点 真是太傻了吧 来表白的是吧 如果他拒绝了你 你还会默默地等他吗 我会 但是我想他 幸福 好 大成啊 如果他就不原谅你 你还等他吗 我会等 我真的会等你 这半年里边 你可以问你的同事 你们上场同事都知道 我每天都去打听 我每天都 都怕你回去 别哭啊 怎么办呀 请教一下他们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把这蜡蜡的搭一个心情 对头有点虚啊 小林能不能 说一下文大成 有没有什么实在的事 他帮你做过什么 让你感觉 踏实 有吗 有 不知道从你们家 到咱们租房这多远 五六里路吧 有一次我俩去公园 那玩去 电控车电瓶让人家偷了 电控车流量 这么大吧 就是那小型电控车 然后我就等着她 挺沉的其实 我真的 其实那时候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累 但是第二天那腿特别疼 我特别奇怪 这个小林和大臣两个人在一起 这两年多 好像每天都是玩啊 有点过日子的东西吗 有啊 小林我特想问你 你觉得女人这一辈子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就想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你觉得他们俩 谁能给你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我能给 我能给你安稳的家 能给他安稳的家 孩子都揣掉了 孩子都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别老提这件事 大臣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这次小林选你了 那他跟他的这个同事 还有联系 你能不能接受 你要做好准备啊 我不能接受 我还有一个挺奇怪的问题 你看啊 刚才那个 赵川是你问的好像是吧 什么问题 你问他 如果这个小林选了大臣 他会怎么着 他会祝他们幸福 就是我把这个问题要反过来 小林选想了 大米的话 那你会怎么做 你会祝他们俩幸福吗 我不会 他会再把他再打一顿 你怎么办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打不过他俩 你会对他们俩负责任吗 你比如说 我是女孩老师 我为什么要对他俩负责任 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心的 你知道吗 对生活 对感情 对自己 第一 我对大米就是 普通好朋友的关系 朋友之间也应该有责任的 你知道吗 况且 我一直都不想伤害他 就包括我跟大成好也是 那你现在伤害他了吗 如果想伤害他的话 我就是当时我就 直接跟大米断了联系 来来来 姑娘来 姑娘来 看看这个 来把头抬起来 看看这双眼睛 这不叫伤害吗 你要的心太多了 姑娘 这边谈的恋爱的同时 那个追求者他也没有拒绝 不让自己男朋友省心 放心 也不让那个人死心 这三颗心他都占 在受到伤害的时候 走了以后 他给这个追求者打电话 这时候你还给我暖心 因为我需要你的关心 你认为自己 我没办法 我是无辜的呀 我是受害者呀 他们俩一个爱我 另外一个也爱我 我中间没做错什么事情 你跟人家说清楚了吗 我跟他说清楚了 我说我跟你不可能 我跟你之间不是爱情 他就死皮烈烈 连上你了对吧 拿友情当自己利用的 估计女生好意思吗 姑娘 你自己如果拎不清的话 你就别希望这两个男人 能够分得清他们彼此 也别指望两个男人都无私的 或者利用彼此的妒忌 把爱都给你 你坐那儿坐享其成 哪边都不断 哪边都连着 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 结果自己最受害 然后说另外一个 口拱声声是爱 除了弄点小男生 追小女生的小花招之外 还有点脚踢自己孩子的本事之外 你有什么呀 弟弟 孩子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咱不说故意不过意 口口声声说 要不是因为你大米 我怎么会把我孩子踢掉呢 对吧 本来就是 因为人家 我想真的不会打架 如果今天他有跟别人 比如他跟我留了电话了 你又快说 又踹掉一会儿 不可能因为我 当时他就有他一个电话 没有别人的 你呀 最爱的就是你自己 不然不会一个自己女朋友 跑去北京半年找不到的 大米怎么找得着呀 他把电话他都没告诉我 他告诉他了 他怎么能找到 我问你 如果我想找一个人 我不信在当今 这么信息发达 是在半年找不到 自己的女朋友 他把信息 丢号什么给我拉黑了 把手机号都换了 他告诉他了 他没告诉我 一个不成熟的小男生 在这认为自己 是为了爱 所以付出一切 你是因为 容不得自己的女朋友 被别人抢走 容不得自己丢这个面子 这份心碎 所以才站这儿叫嚣 你知道吗 然后说最后这个 很简单 小伙子 不管他是别人的女朋友 还是现在他是自由的一个 一个你认识了四年 跟你纠缠不清 好像说清楚了 但依然在困难的时候 要找到你帮助他的女人 你觉得值得你爱吗 值得 我相信 以我 好的面 以你根本年轻不懂事 看不清爱情是什么东西的 这种糊涂状态 所以你才会这样 如果没你 他们俩的事倒简单了 算了 这个小林和大成啊 站在一起呢 我觉得 我自己的感受不看好 为什么呢 典型的姐弟恋 一个是大六岁 一个小六岁 我认为姐弟恋能够稳定 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爱情可以没有年龄限制 但是 一对成功的 能够稳定的姐弟恋 它的基础一定是 女人非常的自信 男人非常的成熟 但今天展现在我面前的是 一个高度自信的女人 和一个极其不成熟的男人 但这里面 我想提醒小林注意的是 婚姻也好 爱情也好 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浪漫 更需要责任和良心 我们总是习惯在 所爱之人那儿受性伤害 然后在爱我之人那儿 习惯性地收获温暖 所以总是有人说 我们找个 我爱的人谈恋爱 找个爱我的人结婚 这句话听上去挺聪明 但是需要前提条件 如果你要和中间的 那位男士在一起 你非常清楚 你在他那儿只能收获温暖 收获不了爱情 你能将就吗 不能 好 你既然不能将就了 跟他在一起 那就要至死寻找真爱了 那我再问你 你有一个坚强的意志 和健全的体魄吗 能够每天受到他的伤害 侮辱怀疑 你能吗 我一直坚强 但是我身体受不了 受不了 好 那么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一颗铁石心肠吗 你也没有 如果你有一颗铁石心肠 你应该今天断然走开 两个男人都不适合你 所以最后送你一句老话 若爱请真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一声 接下来跟大成说 怀疑很容易 想象也可以很丰富 但要按捺住自己的情绪 去寻找真相 这很难 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质疑 你不是个男人 你是男人吗 我是男人 你是男人 成熟的男人 遇见问题找方法 幼稚的男人遇见问题 才找借口 就像你 什么事都乱到人家中间 那个男人身上去 都是别人的原因吗 没有他 还有张三李四呢 那怎么办 所以说你们俩之间的命运 一个迟疑不绝的女人 一个不长记性的男人 分手是注定的 我想跟中间那个男生说的 我不管你说什么 或者你质疑要寻找自己的答案 我想说的是 取而代之 是很困难 要取而不代之 是很痛苦 只有重新寻找 才是值得 就这样 谢谢来说 大陈啊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都想让他跟我一块会 想让他跟我一块和好 不管乃老师说 好好好 我的意思都是想让他跟我和好 我感觉他说的话 特别幼稚 但我怎么感觉有的时候 你比他还幼稚 他幼稚 至少他知道 我要牢牢抓什么 而且我有自信 我能抓得到 你的幼稚在哪里 你的幼稚在于 你永远只甘心做一个备胎 备胎的下场 只有是在正胎 扎的补不了的情况下 他才能尚未行使 老师我今天来 就是想让他 给我一个答复 就是 我来证明一下自己 就是 在他心里到底有没有地位 四年了还不清楚吗 所以你比他还幼稚 其实 他曾经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跟他拒绝好 包括就是打电话 我也说 我说我有男朋友了 我说咱们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为什么在你困难的时候 找到的人都是他呢 既然要保持距离的话 为什么是他 因为当时我绝对跟他分手了 但是我周围又不认识别人 考公司的时候不是有他吗 那个时候我一直不认识他呢 所以我说你一直是 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呢 我说你一直是清楚的 问题很简单 都很明确 相处了两年半 跟你有过一个孩子 又自己把孩子踹掉 说要一生一世爱你 并且你能感觉到浪漫的一个男人 今天要带你回家 一个默默为你付出 你需要的时候就去 你不需要的时候 就在旁边默默地看的 一个男人 今天想向你表白 现在你要做一个选择 听谁的表白 选一个 大米 我知道四年多了 一直拿你当铁哥们 每次我难过 想倾诉的时候 你都会默默地关心我 所以在这里我应该谢谢你 但是我跟你真的不是爱情 我曾经也跟你说过 爱情不是勉强的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那你也别表白了 回吧 回吧 大米对不起 对对对 有啥对不起的呀 不要再可怜兮兮地说对不起 你要跟他说 从我的生活当中走开 你永远没有机会 这才是真正对他的尊重 早就该做这样 就是不选 你还会和他一起男性吗 要是跟我走过 不会吗 我应该不是那种 有一些没人性的人 听明白了 想好要表白什么了吗 一分钟的时间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小脸 我知道这两年多 没让你想过苦 也没让你吃好过 穿好过 我知道这是我的 对不起 但是 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真的 孩子这件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能给我一个重新爱你的机会 我保证以后 什么时候都能一年 什么时候你说的都算 这么多年了 咱俩在一起 确实有过很多浪漫 有过让我感动的事 虽然你比我小 虽然你比我小 但是有的时候 你挺关心我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 我跟你在一起 真的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周围的姐妹 都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孩子了 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你比我小那么多 有一天 咱们会有的 有一天你真的发达了 我保证 你身边的女孩会有的事 好了 时间到 小林我爱你 我发誓 咱们以后会有的 什么都会有的 我真的累了 我真的累了 两位 回吧 请官们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关心器 在你们的生活里 你们要不要 像大米这样的好朋友 要就选赞成 不要 就选反对 请选择 百分之五十三点八五 对百分之四十六点一五 就大家看了很羡慕的 都想有大米这样的朋友 人可能大底都有这样的心理 我们怎么去克制这样的心理呢 都像老师们说的一样 最吃亏的是自己 因为没有责任心 孩子没了谁受伤害 我们认为聪明的事啊 其实看结果的时候 恰恰发现 应了那句话 聪明反备聪明 各位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 我们觉得我们挺狠心的 你们都分手了 我们还有鼓掌 需要长大 真的爱其实可以包容很多 来 图老师 来 看着图老师 老师 我不想听 我给你一个建议 还没说完呢 让他走吧 其实 当那个孩子给你们局一攻 说老师对不起我不听了 大踏步的离开的时候 他已经成长了 其实是对的 恰恰我觉得 这个姑娘如果如她所说的那样 真的能够按今天的选择去做